大家好 酱大骨很多人都喜欢吃 但总感觉自己做出来的味道一般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今天就把正确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大棒骨冷水下锅 加葱姜再加点料酒去腥 焯水的时候一定要冷水下锅 这样才能把里面的血沫给煮出来 焯水后冲洗干净 放入砂锅 用砂锅炖 可以让棒骨肉在100度的汤汁中 逐渐变得松软嫩滑 将食物中的大分子营养物质分解成小分子 这样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 接着放入葱姜干辣椒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这个大棒骨酱汁 接着再加入一罐啤酒 啤酒有去腥增香的作用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没过大棒骨 然后盖盖小火炖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打开 哇真的太香了 这样做出来的酱大骨酱香浓郁 软烂入味 非常的开胃又解馋 好了喜欢就在家试试吧 就在家试试看